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以为受害的只有你的口 有研究说牙周流血病菌就可能会顺着血液侵入我们的身体 严重的会肺炎 心脏病 甚至是中风 保持口腔卫生不是赶着牙周病这么简单 对人的第一个印象好不好 棚牙白不白 美不美 都很重要 如果大家拆牙 常常流血 又有牙石的话 那就可能患了牙周病 还会有口气 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特别找到对牙周病 有很多年研究的港大牙医学院教授 盧展文教授 做我们的嘉宾 盧教授 你好 卓小姐 你好 想说一下牙周病会口臭 还有什么病征呢 其实牙周病开头的时候未必有口臭 牙周病形成是因为平时拆得不是很干净 细菌就積在牙齿的表面 引起牙肉开始发炎 初期的时候牙肉有少少红 有少少肿 一般人未必见得到 后期的时候炎症开始越来越严重 红得很厉害 这个人会看到 如果它不继续拆干净 细菌積聚得多 就开始有些味道 开始有口臭 当然牙不干净就不漂亮 可能会看到有少少黄 另外因为它的炎症开始严重一点 牙肉会红 会肿 那就不漂亮 牙周病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牙银炎 只要是牙肉的发炎 另一个牙周炎 就是牙齿周围组织的炎症 开始的时候 拆得牙不太干净 细菌慢慢积聚在牙面上 特别是沿着牙肉的上面 那时候细菌就会分泌一些毒素 身体就会对细菌起了一些反应 开始就慢慢会变红 会变肿 很多时候如果它够多几天 打理得不好的话 有时候碰到牙就会流血 很多时候有人说 刷牙的时候会流血 是不是我刷损了牙 是不是不应该再刷呢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如果健康的牙齿 健康的组织 牙刷碰下去的时候是不会流血的 因为它发炎 身体组织比较脆弱了 才会令到它破损 如果没有再去打理得好 炎症慢慢长期积累的时候 牙肉就会慢慢会肿胀 还有会有机会和牙齿分离 形成一个所谓的牙周袋 牙周袋就是牙肉和牙齿 离开了一点 就像三袋那样 有胸位 被细菌可以沿着的牙冠 然后沿着牙脚 牙筋的面开始发展下去 如果有牙周袋的形成 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叫做牙周炎 就是指牙周围的组织 就不只是牙肉那么简单 那种发炎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牙肉下面的牙躁骨 因为牙的支撑是靠牙肉之外 也靠牙躁骨的支撑 炎症会令到身体的组织会受到损害 牙肉可能会有点退缩 另外牙骨也会收缩 令到整个牙的支撑会少了 其实就类似一棵树 我们挖走泥 露了牙的树筋出来 那棵树也会松动 我们的牙齿早开始有机会 这样可以松动 也会有机会 因为它的支撑越来越少 牙肝可能会有点移位 人们会觉得吃饭的时候 为什么没什么力量 咬泥的时候牙会有点移动 但是牙周病 听你这么说 初期和中期都未必会痛 未必会有很大的问题出现 那是否一个沉默的疾病 是 早期的牙周病是不会痛的 一般人没有什么要留意 觉得已经红了 腫了都不是大事 他会觉得没什么 就开始慢慢地严重 直到牙周袋 早期也未必一定会痛 其实痛很多时候 因为它有急性的炎症 被细菌侵入身体组织 令它含濃的时候才会痛 但是牙周病 突然牙痛的情况 其实不是很多 反而是因为牙肉收缩了 令到从前被牙肉蓋住的牙脚 牙筋面暴露了出来 而牙筋面本身 因为它没有发狼質的覆盖 下面的序牙質就会直接接触到 口腔的情况 会引起它有点敏感 比如热东西 冬东西 它有点尺 这些可能是因为它有牙周病 而引起牙脚外露的情况 牙周病也是很多香港人的问题 港大牙医学院研究就发现 12岁的香港学童中 六成都有牙石或者牙周病的病征 经过六年的跟进 更加发现有牙周病问题的比例 高达九成六 香港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牙周病 其实香港的小朋友 如果他在小学阶段 就有学童牙科保健 有定期去看牙医 但当他离开了小学 去到中学的阶段 他开始看牙医的人会少了 他积聚的细菌和牙结洗得越来越多 所以他的比例 就由一半左右 一直升到他中学 离开之前 到九成那么多都会有的 很多时候他们的学业会忙 或者其他活动会忙 对自己的牙齿的清洁卫生 做得没那么好 那些牙面上面有些脏子的细菌 慢慢去形成 所以如果他很久都清除不了 那些牙咎膜就会慢慢丐化 硬了就变成牙石了 因为牙石本身是不能清除的 上面也比较粗糙 他积聚了很多细菌的时候 他会有些严症 九成六那么多呢 其实是香港独有那么多 还是其他国家 都会面对同一样的问题 牙肉发炎 这个牙人炎的情况 其实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普遍的 香港的中学生 就可能比先进国家的学童 如果他们有定期去看牙医 他会少一点 香港就会多一点 但这也是属于比较轻微的牙周病 不是严重的牙周病 但如果我们再看成年人 那些情况是怎么样呢 香港的成年人 有九成以上都有牙周病 这个跟其他地方比较 其实都是差不多 香港就不是特别严重的 盧教授看过最严重的个案是怎么样的 看过一个病人 他三十多岁 他看案的时候 他说他有几个小孩 他发现每生完一个小孩 他就不见了一只牙 他说为什么会这样的 他详细检查的时候 我发现他也挺严重的牙周病 其实牙齿开始松动 那时候他可能怀孕期间 就更加多事务要照顾 对自己的口康卫生 就再加筆略了 那段时间那些牙周病 可能发炎得比较严重一点 我错过以为他怀孕之后 他的牙齿就会自动脱落 自动脱落 那他脱落得多不多 他也脱落了几个 三十多岁都不见了 四五个牙都很严重 都生了四五个 他生了三个 就脱落了四五个牙 是的 明白 牙周病不单只会影响到牙齿 外国也有研究说 病人中风的机会 都会多出一倍半 患有胰壮癌 就会增加六成四 美国的研究更加指出 患有牙周病的人 在六十四岁之前 死亡率比没有患病的人 高出两倍 牙周病还会有机会 引致心脏病 腦狼肿 都挺可怕的 盧教授 好 其实牙周病是因为那里有炎症 身体长期有发炎 其实对身体不好 因为他发炎的时候 有很多发炎的因子 会随着身体的血液 入水全身的系统里面 会影响其他的疾病 其中就是 比较明显的影响到心脏和血管 他扮心脏病和血管疾病 机会会高一点 另外就是 身体长期要抵抗细菌的感染 也会影响身体的机能 所以患其他 譬如心血管疾病的机会 也会高一点 会高一点 但也不是那么可怕的 不要说 牙周病引起很多疾病 令人很差 但是终归也是我们 照顾身体很重要的 维持全身的任何地方都干净 就没有疾病是很重要的 不说的话 大家未必知道 牙周病有可能引致肺炎 听下专家怎么说 不喜欢刷牙 你又知道会引起什么病 不吃 不吃 牙周病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啊 还有掉了牙 不刷牙最严重 只是掉了所有牙 你错了 外国有研究发现 口腔卫生差 会增加患上肺炎的风险 分分钟会没命的 听下来 你可能觉得 刷牙和肺炎两件事 是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 美国耶劳大学医学院 就曾经追踪过 37位住院病人的健康状况 在一个月之后 发现这群病人当中 有人患上肺炎 而在他们患病前后 口腔内的细菌量 发生了变化 研究结论是 在参加研究的病人当中 使用仪器协助呼吸的 深切治疗病人 他们口腔卫生比较差 令到口腔的细菌量上升 提高了患肺炎的风险 不要以为只有插头的病人 才容易患上肺炎 有学者指 市民的口腔卫生差 导致患肺炎 在香港时不时有发生 尤其本身有牙周病和蛛牙 还有以下特征的市民 患肺炎的机会 比一般市民高三倍 除了淤酒 中风人士也要小心 如果中过风的口水 吞不到 即是会积了菌 当这个份量一高 就向后滲 一些细菌 和痰 口水流下肺炎的时候 就会导致肺炎 就会发炎 丧失了满氧气 和清走移氧化碳的正常功能 严重的肺炎 会出现呼吸衰竭 甚至出现缺氧 学者建议 中过风的市民 不想患肺炎 最好在睡觉时 占高两个枕头来睡 那细菌就没有那么容易流入肺部了 学者就建议 长者 尤其是中过风 而且吞烟能力有问题的市民 就要多加注意自己的情况 如果出现发烧 咳嗽 或者呼吸急速等等的症状 就要尽快求医 如果幻想吸入性肺炎 而又延医的话 死亡率高达一成至一成四